大通缩来了吗 市派上海市中心蔬菜价格 看看是涨了还是跌了 最后再来分析一下价格成因 上海的物价通缩了吗 大家比较关心这个话题 最近这个通缩 那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今天这个上海市中心的一家 比较大的菜市场 它里面的这个蔬菜价格 都是怎么样 看一下这边是福建大豆 6块5一斤 这个笋怎么卖的老板 5块 笋是5块 这个笋呢 这个笋是10块 看一下 这个菜场的人是蛮多的 这个黄瓜3块 这个番茄普罗旺斯6块 老板这个笋怎么卖的 笋是5块 这个大豆是6块 毛豆呢 8块 8块 这个名下青菜是7块 这个茄子7块 10块钱一斤 10块钱一斤 车脚就是什么卖 这个土豆 土豆就没标价格 这个是新土豆4块5 再来看一下 他们这边都是这个 一楼框一楼框的卖的 这个宁夏 自销小元宝菜6块 对本地小菠菜 这个菠菜看起来蛮新鲜的 10块钱 这个剩菜怎么卖的呀 5块钱一斤 这个老板他收拾的汤位挺干净的 那个朋友你这人没来朋友啊 丝瓜呢 这个丝瓜蛮贵的 16 看起来就比较好吃一点的 你看看这边的黄瓜 三叶15块 这边都是一大堆一大堆 但是它的品种比较少啊 它会比较便宜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价格 你看这个黄茄 这个4块钱一斤 然后本地牛腥菜3块 然后这个圆椒3块 然后还有这个红薯3块8 这个本地黄瓜3块 这个蒜苗它卖的还蛮便宜的 4块5 4块5的蒜苗真的蛮便宜的 然后本地大豆 本地大豆是4块3 然后香窝笋 香窝笋是2块8 新土豆是3块5 然后这个焦白是6块 都是很新鲜的 相对来说它这边的价格 还都是蛮实惠的 然后这边有机花菜是4块 你的番茄怎么卖的老板 番茄5块 茄子是5块 这边买菜的人说也特别特别多 这边叫鸡笋的是9块钱一斤 16块钱2斤 这边茅豆7块钱一斤 12元2斤 65块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上海市中心的菜价相对于之前春节是有所下降的 但不少菜品限于品种产地新鲜度 批发供货渠道等不同 所以你也能看到卖到16一斤的丝瓜 也能看到卖到4块5的蒜苗 2块8的莴笋 也有5、6块的莴笋 这个跟季节供应的关系 还是非常大的 相对于关注菜价的上涨或者下跌 其实普通人更应该关注的是 手上的流动性够不够 自己的钞票够不够滑 这才是最实际的 2块5的莴笋 3块5的莴笋 3块5的莴笋 3块5的莴笋